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5克 酱油 8克 蚝油 3克 陈醋 2克 制作春笋梨蒿腊肉将会使用到BK布朗斯系列平底煎炒锅 采用优质耐用涂层 5.5毫米厚的全不锈钢锅底使其适用于所有加热源 锐质系列炖锅有其独特的绿水设计 能方便地拍出锅内水分 防震玻璃锅盖可以防止锅里热气泄露 首先呢 我们这边有切好成为丝的春笋 我们这边呢准备一锅热水 它呢已经沸腾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倒入我们的春笋 倒入春笋的话呢 主要是做一个汆烫的动作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的春笋已经汆烫完毕了 登登 我有一个好帮手 好 我们把它放上去 哇 好漂亮 然后呢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不会烫到自己啦 然后很方便的 将这个水呢 倒入其中 这样盖子也不会掉下来 是不是很方便呢 那第二步的话呢 我们先将我们刚才已经蒸过的腊肉 嗯 好香哦 这个腊肉的话呢 我们先要爆香一下 这样它这个腊肉的香气都会出来了 那我们这个腊肉爆香了之后呢 也就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切好的这个梨蒿倒入 好 我们将梨蒿倒入之后呢 加入我们的春笋 那现在呢 我们温柔地将这个菜啊 翻炒之后呢 加入我们今天的调味料 分别的话呢 我们先加入一些蚝油 嗯 蚝油非常提鲜哦 还有我们非常鲜美的酱油 那现在我们已经闻到很浓郁的香味 而且呢 我们将这个酱油啊 蚝油啊 这个色泽啊 都分配得很均匀的时候呢 就可以加入我们的韭菜 小米椒 红辣椒 好的 现在呢 我们就会放一点这个 生粉 水 来勾芡 也不用太多 这样其实勾芡过的菜呢 颜色更漂亮 而且呢 它会非常非常的可口哦 够了 再这样的小小地翻炒一下 好 现在呢 那我们就美美的装盘就可以啦 三分钟学会一道菜 春笋梨浩腊肉 是不是也很简单呢 我是美食家美芝 高品质烹饪 从BK锅具开始 拜拜